博士運會上這樣的一個插曲 這個是七人制橄欖球賽 這個冠軍戰是斐季對上葡萄牙 斐季最後呢是擊敗了葡萄牙成功三連霸 不過這當比賽結束的時候 這個觀眾席上面有一名外國球迷 突然脫光衣服衝入場內裸奔快跑 留下場面一點錯的球員 他真的是在玩球 因為七人制的橄欖球 身運出場館內突然看到一名外國球迷 手裡拿著剛脫下來的衣服 化身六鳥俠衝進球場 從跑到另一端狂奔穿越了草坪 男子不顧全場的目光 就這樣光溜溜地搶盡所有目光 世界運動會七人制橄欖球總決賽 斐季對上了葡萄牙 實力堅強的斐季隊以43比10 成功三連霸 就在比賽結束 會場突然響起了驚呼聲 不知打哪來的瘋狂球迷 拖得一絲不掛在球場上六鳥 不過要說裸奔第一名 就屬英國的馬克羅伯茲 一共380次 就連英國警方也對羅伯茲毫無辦法 因為沒有法律可以將他移送監獄 這回在高雄市運裸奔的這位男子 警方只能以違反社會秩序為護法偵辦 真希望黃耀明許成文高雄報導